接着我们要把楼层往上盖的 那这个地方呢 我们回头来看一下我们使用3B 现在呢我们只是做好一个楼层 对不对 那 如果呢你想要往上盖 可以怎么盖 甚至他也可以往下挖 就是做地下室的部分 我们首先可以看到 他要往上盖呢 有两个地方可以做 第一个就是在 我们 上面2D这里 在空白的地方你按滑鼠右键 你会发现有一个叫做 增加楼层 一个在 相同高层增加楼层 这两个都是增加 那 这个是你从选 就是那个2D的部分直接看 那你也可以从上面平面图这里 这里也可以找到 所以这两个是比较标准的 就是 你要找到增加楼层 可以先从这里 等到你有2楼 或者地下室之后 其实 要增加就不见得要从这边 因为待会呢 我们增加完一个楼层之后 他在上面这个地方 这样 就是待会在这里 他会多出一个 就是一个小的那个面板 好就放在这边 这样你要增加楼层 就会比较快 所以呢第1次 要增加的时候 你要从 这里 增加楼层 那这两个到底有什么不一样 因为看中文字这样看不太出来 对不对 这个就是一般的增加楼层 那这个的话 我们在台湾 应该是比较用 所谓的楼中楼 那个概念 也就是我增加的 其实在同一个 楼层 好那我可以把它 再 变高或变矮 我们通常会用第2种用在哪里 比如说像我们 天花板 一般我们这个高度那可能上面啊 这个地方我们会做一个类似像层灯就是 会保留一个小的空间或者说管道间 像这样子把它 就是把一些东西藏在里面 灯啊之类的或者是像我们 那个 的 教室啦它上面不是有那种 就是那个 就是清刚架类似像这样把它 封起来嘛所以类似像这样 这个部分呢我们在 1note里面 1note里面我们看一下 增加楼层 可能是在这里吧 没有 我可能是放在另外一个里面 但是没关系 我们后面有机会再给各位看一下就好了 所以 我们来这边看 你要增加我就来这里 按一下 按完之后各位有没有看到上面多了一列 这样你就看得比较清楚下次就直接从这个地方 按下去 就可以再增加第2层第3层 不过你留意一下就是它的名称 跟我们这边用的习惯有点不一样 我们平常的话是 楼 一楼二楼吗 那但是它的楼层是从零开始的 所以楼层一就是我们讲的二楼 楼层零就是一楼 如果你觉得 这样子有点 不太习惯 没关系你就点两下 DOTOT 你就可以自己 重新命名这个楼层 那第2个呢 你看我们增加一个楼层之后 我们来到了2楼 你也没有发现 这个地方 变成灰灰的 因为这个是楼下的 所以你要记得一件事情 你今天在二楼 你就没有办法去编辑一楼的 这些家具 那相对的我在一楼 就不能编辑二楼的 这样了解 所以它会变成灰灰的 让你知道说我的模型 你的家具你的房 那个 墙壁房间是在那边 但是这里我要考考同学了 为什么树 灯 还可以编辑 你有没有发现 这都是我们在一楼的 为什么 来来来我来找一位同学问看看 好吧 训邦同学 有在吗 好好好 请问为什么 你可以开麦克风 为什么 不知道 在這邊二樓還可以編輯他 你覺得為什麼 知道嗎 嗯 不知道 不知道 好 沒關係 那 不會不會 沒關係 我們再找找 另外一個 看看 看看 好 姿怡還在嗎 舉個手吧 在 好 你知道為什麼 這邊還可以編輯 不知道 給你一個提示好不好 你覺得樹 好 跟高度有關係 你記不記得我們那個牆壁預設是多高 厚度是14公分啊 我不知道欸 這樣有看到牆壁多高了嗎 等一下 好 好 哈 這樣有找到嗎 呃 290嗎 小米 你把揪 呵呵 你該不會用手機吧 250 哦 250 你用手機嗎 不是 不是 可是用 不知道什麼那個電腦會有點虛化 那個數字看不起 是 我的畫面會比較模糊嗎 就是比較小的數字有點虛化掉 哦 好好好 現在拉近就看得到 可以啦齁 250對不對 對 來 那 我我給你看一下 這個樹長多高 有看到嗎 有 500 500 所以 有沒有一點概念的 樹有500公分 可是我們 一個樓層的高度才250公分 所以 你只要 模型的高度有超過250公分的二樓 是不是還會看到 呃 對 這樣知道意思了齁 知道 所以剛剛訓邦這樣應該理解了吧 所以如果這個樹 他可能再更高 也許我在三樓還可以再編輯到他 知道了解 就看他本身的高度齁 OK 好 謝謝你 好 謝謝老師 好 那 所以原則上你如果是低於250以下的 他通通都會變灰色的 好 那了解這樣概念之後 我們現在 建立的二樓其實就是一個空白的 也就是這裡面是空的 那 你看到是樓下 所以如果假設你的 這個隔間 或者是這個建築 是跟他一模一樣 你可以直接從樓下把它複製上來 但是我這樣一框的話 我是不是多框到旁邊這邊 很多 有沒有 所以怎麼辦 我們可以按住shift 好 最簡單的方式你可以按住shift 那shift呢 是加選 也是簡選 所以如果現在呢 按住shift 看一下 好 我按住shift 那我就可以再點一下這裡 可以 有沒有 剛剛有多選到的 你再點到他 他就變簡選 這樣就不見了 好 當然你也可以從我們左手邊來 選也可以 這也是一個方式 好 我這樣選好之後 我就來這裡複製一下囉 這裡 或者你按Ctrl加C 也可以 我複製好了 我回到二樓 那麼 這邊呢 我們如果貼上去 他跟我們在 Photoshop或以拉垂 比較不一樣 平常 各位平常在用這個 Photoshop的時候呢 我們的貼上 其實都是什麼 就是 假設我的畫面 是這樣子 就是在這裡 這麼大 我們在Photoshop以拉垂的 預設的貼上 就在中央貼上 他會放到正中間 但是你應該知道 他還有一種 就是在原地貼上 我們SweetHome 3D呢 顛倒 他預設的話 就是在原地貼上 所以你平常 Ctrl加V 加V的時候 他就是在原地貼上 那我現在 房子 剛剛複製的 就在這裡 所以我只要Ctrl加V 貼上去 他就會放在一模一樣的地方 你可以看到 這裡 點到他 Ctrl加V 有沒有 就放進來了 那 位置會一模一樣 所以我們往後退一點 往後退 這樣你就會看到 有沒有 這樣就兩層樓了 那東西是不是都一模一樣 所以就會 會自動接起來 這樣有沒有了解 所以 這個是 就是他貼上的方式 就是在原地貼上 但是這樣子當然不太OK 對不對 這裡就不能 走出來啊 這裡要改成窗戶啊 這裡的話呢 如果你這裡還有一個門 你也不能這樣對不對 所以我先回到一樓 把這個門 這個門如果你要 我就Ctrl加C 來這邊 到二樓了 Ctrl加V 貼進來 這樣就有了 但是這樣很危險對不對 因為每次都要到樓下撿小孩 這樣有點可怕嘛 所以我們可不可以在這邊做一個 有沒有 小的陽台 你就可以做一個小的陽台 在這邊 那 等一下我們再來做看看 好不好 所以你可以先試著 如果你格局是相同的 當然你就可以直接複製拿上來 那上面 如果不一樣 比如說我們現在常常會有 一般你在外面看到房子 他可能就是 一樓是這樣子 對不對 這樣子 可能格局是這樣 但是二樓 三樓可能一樣 到了四樓之後 他可能前面這邊 就會有一些不一樣 也許前面這裡就只有一半 就是四樓半啊 像有的做神明廳啊 那之類的 他可能在這邊就是只有很單純的 只有一半的 那格局就不同 那前面做一個小花園 類似像這樣子 你就可以自己在這邊 再另外用我們原本的建立牆壁啦 建立房間的方式再把它做起來 這樣OK嗎 那麼 在這裡呢 我們順便提一下 就是 這裡還有一個樓梯要做嘛 因為你這樣上去 每次都要像蜘蛛蚊這樣爬上去 也是有點辛苦啊 所以 請問樓梯要放在一樓 還放在二樓 蛤 樓梯你覺得要放在一樓 還是放在二樓 當然要放在一樓對不對 所以你要回到一樓 欸 所以如果你要放樓梯的時候 你要放回到一樓 那 我們隨用站體裡面 其實有一個比較特別 之前我們介紹門跟窗 它有什麼特性 是碰到牆壁會怎麼樣 打洞 那我們這裡呢 有一個類別是樓梯 樓梯跟牆壁 門 窗 類似 但是它是碰到地板會打洞 所以你可以找找看 這裡有很多的樓梯 那 只要它碰到地板 它就會自動打洞 所以我們可以來找找看 比如像這種有開放的樓梯 我們找一個 丟丟丟丟進來 其實說真的樓梯 是家裡面很佔空間的一個 一個東西 好 我假設放到這邊 好了 這個床我先拿掉 你可以看到像我們在下面這裡 在樓梯這樣走上去 走上去了 那麼 回到二樓 你有沒有發現 在這個地方 這裡 對不對 就自動打洞了 當然這個你要後退一點 這樣不行嘛 對不對 走上去就撞牆 這樣有點辛苦 有沒有 它就自動把那個做好了 那這裡我們倒是有一個地方 跟大家說明一下 就是 如果你在用的時候 我們剛剛用的這個扶梯 事實上它是有開放式的 所以它有一邊有 一邊沒有 我們從樓下看會比較清楚 像這樣 如果你的扶梯要換另外一邊 請問可以嗎 你覺得樓梯可不可以換另外一邊 但是不是用旋轉的 我們上面這裡有一個旋轉的工具 你如果旋轉了 其實它方向就變了 對不對 所以我要在方向不變的情況下 換樓梯 請你在模型上點兩下 這裡有一個叫做鏡像 就是水平 水平的 水平的這個鏡像 那我只要用這個鏡像 然後把它按下去 它的方向就會一致 但是呢 那個就會改變一下 這樣了解吧 所以這個是跟各位稍微說明一下 就是 你如果在使用的時候 萬一你的扶梯只有一邊的 可以透過這個方式來稍微 改變一下它的那個扶手的 就是左右邊這樣子 好 那最後的話呢 我們就來看看喔 剛剛有提到 可以做一個陽台 對不對 那怎麼做陽台 你就可以用牆壁的工具 好 我們就在這邊 點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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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到這裡結束 點兩下 OK 你看這樣就有一個了 那麼 這個有了之後 因為陽台一般我們就會做那麼高 所以呢 我們在這裡 看一下 這裡 好 我把那個 牆壁變矮一點 好 如果我懶得一個一個 我就全部選起來 然後呢 再按右鍵 進到所謂的自定義牆體 你可以看到我們預設250 那我們這邊我大概用120好了 好 確定 有沒有這樣就變矮一點的 好 變得比較矮的 現在呢 我就來這邊 看一下 好 這裡呢 目前這裡是沒有地板的喔 這樣還是掉下去喔 但是我先做一個 我們 牆壁 它有一個特點 就是它可以做彎曲的 因為平常我們都是做 就是直線的嘛 那麼你可以看到 我們在這個地方 點到這個牆壁 它中間會有一個這個符號 你只要往外一拉 有沒有 這樣就變成 凹的 或凸的 你可以看到下面就會比較清楚 所以我們比較常看到是凸出來 對不對 那你這樣做好了 上次我們有介紹過 不管是地板或牆壁 它都有一個 就是 特殊的功能 如果這樣有了 這種弧形的 牆壁之後 我想要裡面的地板 只要確定 我們的牆壁是封閉的 你就可以利用 建立房間 就是所謂地板工具 在裡面直接點兩下 登登 它就會自動把我們把地板做好 這樣各位了解意思齁 所以呢 這樣做好了 當然你就可以怎麼樣 一樣 如果你的材質要跟這邊相同的 我就按右鍵 複製 再把它 的式樣貼到這邊來 按右鍵 貼上式樣 哇 顛倒 因為這邊的 左右邊顛倒 所以這個你可能就要進去 換一下的 好 這樣我看看 沒有換到 這一個 好 裡面換到外面 有 所以這個部分你可以像這樣 就自己再稍微 用一下 貼上式樣 沒有 沒有 沒有成功 好 這樣就有了 好 所以這個部分你可以看 當然你要用那個柵欄 那個也可以啦 甚至呢 我們也常看到外面有人用那個什麼 玻璃的 好 也有 所以這個部分呢 你可以像這樣就可以把它接起來 這樣我們 往上蓋 就沒問題了 對不對 你要繼續往上蓋上去看你蓋幾樓 原則上 99樓 以上都還好 都有人做過 只是呢 都是小朋友做的 因為他們常常想要測試一下 這個軟體到底能夠蓋幾樓 請問這樣有沒有問題 所以樓層你就可以像這樣往上蓋 那 這裡有一個小問題 倒是各位可以留意一下 我看一下 從這裡來看 這裡現在沒有看到 因為呢 會有一個問題是出現在 這邊 有的 有些同學你會發現 奇怪 為什麼這個地方 你有沒有感覺這裡會有一個白白的 可是我靠近看的時候又不見喔 可是有時候又會出現 有沒有發現 為什麼會這樣 有沒有同學你現在做一做 有出現這樣情形的 就轉一轉有時候會這邊 那 通常比較容易出現的會在這裡 就是他的牆壁不一樣高的時候 有的會在這邊就一個這樣子 這裡會有一個白白的 有沒有同學有遇到這樣的問題 有嗎 蜘蛛師 好 問圈的蜘蛛師是什麼意思 好 這個要怎麼處理呢 這個其實 我們看一下齁 他的處理方式 其實 就看你看到的 那個位置 是在哪邊 以老師現在這個來講 我的位置在這裡 那我就知道 是誰出了問題 這個位置下面的地板 就是我們講的房間 如果你看到的是這裡 那就是這個地板 因為我們使用3D 其實預設它是有打開 所謂的天花板 所以你看到這個其實就叫天花板 真的 你看齁 我現在先從這裡 在這裡點兩下 好 你有沒有發現 預設 我們在這都可以 有所謂的顯示天花板 也就是今天如果你由下往上看的時候 它就會自動把天花板秀出來 相反的如果你由上往下看 它就會把地板秀出來 那你今天角度上 我們大部分都由上往下 所以你有時候不會看到那個天花板 但是通常你可能像我們剛剛那種情景 你某一個角度看過去 就會有 另外最常見的就是 當我的牆壁不一樣高的時候 不一樣高的時候 很容易這邊就會有類似的這樣的情景看到 所以你只要把這個勾勾拿掉就好了 那我把這個顯示天花板勾掉 你看有沒有就消失了 所以呢如果你萬一在這邊 會有看到你就把這邊的天花板把它關掉 這樣可以確定不管你哪一個角度看 它天花板都不需要出現 這個是我們在使用SYROM 3D的時候 呃各位要特別留意一下的一個小地方 這樣有沒有問題 這樣都OK嗎 可以吼 阿俊秀應該不見了吧 俊秀已經離開很久了 好吧 那所以我們大致上今天先介紹到這邊 如果呢各位有任何的問題 不要忘記齁 你可以在OneNote或者是我們的LINE裡面 都可以提出來 好不好 那這個禮拜我們沒有作業 就是要麻煩各位呢 你把之前的 喔之前的我們學校數位學皮平臺 上面有一個作業對不對 好這裡有一個作業料要麻煩各位留意一下囉 欸如果你還沒有交的 我們只有做庭院而已齁 那麼後面的話呢 我們等下禮拜 把挖地下室也跟大家介紹的時候 再讓各位去做一個比較完整的 好不好 這樣你可以就是先把我們的庭院完成 已經有不少組別有交的 欸有些像易軒這邊他們做的很不錯啊 他們已經把就是那個整個房子的一個 就是大致上結構都有出來的齁 那這個當然你有很多可以細修的地方啦 好所以 等30號就是 繳交作業結束之後 我們一樣會請大家做互評 好那這次就是要請大家評三個 就是三組的 我們上次請大家至少評一個嘛 那現在下次的話就請大家評三個 好不好 這樣有沒有問題 應該還OK的齁 好吧那我們就下課囉 OK 掰掰 下禮拜見 掰掰 終於有人願意出生了 好 拜拜 拜拜 下課就到家了齁 好 掰掰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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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外媒